一位四川市台湾的留学生遭日内娃警方逮捕 扣上手铐带离混乱的人群 这起抗议事件发生在叶金川愿请台湾友方的五星级饭店门口 晚宴后他们对着一个个离开的台湾友方喊口号 叶金川不要回台湾 突然两名年轻女子冲进饭店对叶金川嗆哭 叶金川转身要回晚宴的会场 两名女子不断纠缠紧跟着不放 他们气宴高张立伟看不下去出面挡架 我想要不要打扰线 我想要不要打扰线 你不要打扰线 我想要打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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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想要打扰线 我想打扰线 我只想打扰线 你都放来 你放我 台湾友人都被你们丢光了 我告诉你 台湾友人还被吓你们这样子 丢光了我告诉你 你连台湾位都没有 你连台湾位都没有 你连台湾友人都还不开扰线 叶金川十分火大 在混乱的抗议声中上车离去 我想我女儿跟我一样 我关心政治将近四十年 我今年六十岁 我女儿有成我的理念 对这块土地台湾的爱 她有很深的爱 所表现出来的 我经常讲 我们没有什么力量 是你给我们力量 爱台湾是台湾人基本的责任 你对这基本的责任付出 你就不管她力量是什么 义务是什么 你对台湾的爱 是所有台湾人基本的责任 谢谢 我们有听到 其实黄爸爸对于女儿在海外 对叶金川唱歌 真信她是相当的支持 其实黄爸爸她是十三届台中县议员 她当了两届的议员 所以对女儿这些事情都深表认同 她叫黄海宁 今年三十一岁 是台中人 从世新公关系毕业后 目前是法国巴黎 第十大学的博士班学生 长期以来都是深绿的支持者 1999年曾在民进党中央组织部打工 之后转到检验部当义工 还民进党的渊源很深